盧偉敏Amy今天到沙田出席口罩品牌概念店的開幕活動 他透露早前因為拍攝過一些短片和音樂有關 所以近日公司被他開始試唱歌 被問到是不是男友Ian要求他做歌手 他就否認 不是 是我公司 因為我公司經常偷偷地看我在做什麼 我有時會在哼哼唱唱 他就說可能你也有機會試唱歌 就叫我去試音 因為公司也想我試試有多不同的發展 Ian會不會做老師教唱歌呢 我應該是會跟女生老師學的 因為可能知道怎樣用聲多一點 女生 應該不會的 唱歌而已 你以為他教你 怕他教你 不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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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大家都大了 都不會用鬧的 我想他是看這個訪問才會知道吧 那會不會情侶當合唱呢 Amy就自然 歌唱事業剛剛才起步 加上Ian和隊友仍然有很多不同的合作 所以兩人暫時沒有合唱計劃 也沒有要求對方為他寫歌 沒有 因為這個也是很初期的 因為大家都做自己手上的工作多一點 詩底下有時候有唱情歌的嗎 情歌嗎 又沒有啊 是 唱情歌 因為我平時都有聽他的歌 可能就已經夠了 真的 而且我很喜歡跟港大市民同步聽他的歌 所以我就會等出那一刻才會聽 我才知道有的 哈哈 看到Ian今個月9日28歲生日 由於壽星仔當日要開工 所以未能夠跟女友一起慶祝 Ian也公開表示未收到對方的禮物 Amy立刻澄清 哦 生日 哈哈 生日 我有啊 我有送啊 是啊 我送了一個很大的祝福給他 哈哈 我沒有辦法 哈哈 這個是買不到的 但是 是無價的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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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